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人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 对于生活的要求也变得越来越高了 从前,人们觉得只要能吃饱穿暖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而如今的人们大多都追求更加高大上的东西 房子要买在城里,东西要买奢侈品 就连吃饭都得去高档的饭店 人们追求美好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在美国却有这样一对夫妇偏偏不走寻常路 人们都把忙不迭的房子买到城市中心去 而这对夫妇却花费20年的时间挖空悬崖自己建房子 而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他们居然还成功地建成了一座200平米的豪宅 而且房子里面还有WiFi 这座豪宅位于蒙特苏峡谷里 距离美国犹他州53英亩 倘若开车从市区去豪宅的话要花费50分钟的时间 豪宅从1986年开始建造 这并不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也没有施工队 只有一对夫妇 他们用了20年的时间在悬崖下建造了这座豪宅 一共打造了三个卧室 两个浴室 一个厨房 以及三个车库 山顶还有太阳能板 能够给房子提供一切能源 房屋里的所有家具一应俱全 桌子 椅子 书架 床等 都是利用原木打造的 走进房子里就能闻到一股森林的气息 沁人心脾 最有意思的是 屋子里还有WiFi 虽然与世隔绝 但是因为有网络的存在 居住在这座豪宅里面 依然能够通晓外面的世界 走出豪宅 就能闻到果实的飘香 这对夫妇在房屋的四周 种了果树 有苹果树 梨树 今秋时节 硕果累累 这样的世外桃源 真是令人无比向往 如果是你 你愿意摒弃城市的美好 去荒芜人烟处 寻求自己的理想香吗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 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别忘了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